1981年1月21号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内 被监禁的52名美国人质 终于重获自由 这场人质危机长达444天 经过好几人谈判后 美国同意解冻之前被冻结的 伊朗80亿美元资产 作为释放人质的交换条件 历经七个小时长途飞行 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 协同副秘书长许慧又等一行12人 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1995年1月21号 当时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抵达北京 隔天展开5天的焦糖会谈 这是焦仁和与当时海协会 常务副会长唐树辈第三次的会谈 这次会谈原本要签署 三项事务性的协议 但最后功败垂成 海协会方面任何的意见 据实的专门给陆委员会 华视新闻木下岁黄昭胜 整理报道